观众 看回国 吃饭吃饭感受在地人的这种烦恶劣 接下来 林依林 蔡航报道 另外 获北国中学生贵宏族 今年总共抗掉了国家的银行仪相当厉害 在国中的母后 头后定的马公国中 是特别邀请这位幽宿以来 科技成绩上极出的侯友 回来免得负责 希望获学生赠亚 只要跟其他人认真 向荒野管理来栽培 帮助学生抗掉 李兄的学校 副林官今年最初的高中心 应该就是这位女儿国防池 卓北国中比较的国防池 今年总共抗掉了五金以行仪 也没有向北京国中 特别邀请这位结束后友 回来分享经验 在马公国中毕业了 然后今天回来觉得很熟悉 然后就觉得蛮开心的 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就觉得很亲切 然后老师还是都很亲切 国防池有这么好情节 对所有的增加校提供了最好喜欢 也是最好鼓励 随便在增加大厨 也是充满了前途 这次国防池回来不好 还记得他过期的多数 两人设备的活动 让人亲屏生 老师还是很年轻 对 对啊 很谢谢老师啊 这是带他几年 三年 整整三年 对对对对 老师都知道我的坏习惯什么 没有他真的很优秀 觉得有些人是很聪明 可是他是很聪明又很努力 国防池的表现真的是好好光影 美工国中刚刚打出黄饭 也做到了大型的看板 希望大家知道 美工国中是一间 有能力栽培的学生的好好好 马关国中的孩子到了高中去的成绩 不输给一般都会的国中的毕业生 而且现在民事入学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学区国小的孩子 能够就近入学 让我们马关国中的老师 全体的家长 我们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孩子一直往上提升 不只是读医科 而且我们希望他的才艺 他的品德 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这是我们希望郭同学来这边 来跟同学分享勉励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国防池的表现 为专家的孩子大大发生 恐怕有的爸爸妈妈放心 要退后台课 不用到道士去也没问题了 记者在面前 插红报导 所来是五日赛的相关华东 为了要迎接五日赛的来年